记者蔡淑源台中报道,台南市卫生局8月查获台中一家一是检验所违法到住家,店铺推销并抽血检检,这家检验所早在6年前就被多次检举开罚,先以检检抽血名义只要收取100元针头费,在强力鼓吹家做其他检检项目,有人一花就是6、7千元,光是台中在5年内就开罚200万, 检验所还流窜到张头云南等地推销抽血,这家一检所为合格检验所,营业超过8年,不当招揽及到随处抽血检查,不止民宅,连小七超商也进去推销,在卫生单位眼里早就恶名昭彰,听到有检验所被检举开罚,就知道是其所为一检师规定一检师不得在民众主家或其他非检验场所进行检验抽血, 职业也必须取得当地卫生局和发执照,据了解,这类不当招揽的违法案件,尽管各县市卫生局都开罚,甚至寄出最高罚款,不过,一检所打住到府抽血检检服务,每个月接干粮惊人,获利丰厚,民众投诉, 有一是检验所到住家推销抽血检检,先生称免费肝癌筛检只要收取100元针头抽血费,签署同意书后,隔天再由一检师或护利人员来抽血,等抽血后又推销加做肝,肾功能或胆固醇等各套检查, 许多人因此多花数千元买血液检验套餐,事后才觉得怪怪的,有人甚至担心被诈骗,也传在其他县市有密户或非一检师抽血,台中市卫生局调查,这家检验所光是在2014、2015年就因违反一检师法,未在一检所执行检验业务,被开罚54万,后来换了负责人继续营业, 近三年又被开罚17次共开罚140万,多次祭出最高罚额10万,仍然罚不怕,最近一次开罚是在7月, 卫生局之前也因此印制海报文宣布接受医事检验所到家推销抽血检验,提醒民众注意,卫生局医管科长黄敏会指出, 道夫抽血的职业人士是否为专业医检师,民众不得而知,而且在非一检场所抽血的检体在运送途中是否保存良好, 也影响检验的数据,建议民众要做检验应到医院,诊所或事宜检索。 中文 戴上空子 中文 戴上空子 准敲感 中文 戴上空子